而在H7N9的威脅之下 大家现在可以说是文鸟色变 而在宜兰县三星乡大影村的一个社区里头 常年呢其实是深受了野鸽群非栖息的这个困扰 而社区住户呢已经搬走了一大半 剩下的是连窗户都不敢开 而最近因为禽流感疫情的威胁 而乡公所就寄出抓一个鸽子补助50元的方案 希望避免这个野鸽带入禽流感的可能 宜兰县三星乡大影村多年来饱受野鸽困扰 野鸽在社区的顶楼阳台七席 社区变成割舍 住户担心禽流感透过野鸽散步 乡公所寄出奖励措施 下面只要抓到野鸽每次奖赏50元 社区很烦恼就是说 现在中国禽流感的疫情 不断的延烧蔓延 船长配合林顶 大家来鼓励大家来捕分照 这一只分照捕到我们的保守50元 住户不堪野鸽的困扰 只好在阳台上挂上网 只防止野鸽侵入 住户纷纷搬走 太半都只剩空屋 实在有苦难言 都只好只有把阳台封起来而已 也没办法抓 就是窗户都不打 对 都关起 对今天也不好 没办法 这都啥 这都啥 哪有这么多 哪有这么多 县农卫处表示 去年也曾嫁网抓野鸽 但抓不胜抓 以后相公所送来的野鸽 若今筛检 带有病毒将立即扑杀 若没有危害人类 将暂时安置收容 联合报的记者 达小新一旦报道